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为大家比较两支红酒 一瓶是阿根廷的Evanta 另外一瓶是法国的La Grande Moulin Evanta的葡萄品种是Morbeck 产区是位于阿根廷1500公尺高山上的Mendoza Chateau La Grande Moulin是法国波尔多布莱区生产的红酒 Chateau La Grande Moulin并未表示它的葡萄品种 一般来说波尔多的红酒都是混合的 我们开瓶后比较两支酒的颜色 两支酒都非常红润晶莹一透 色泽相差无几 都非常迷人 Evanta刚一开瓶时喝起来是苦涩的 因为它用的是Morbeck 这种葡萄就本来是比较苦涩的 但是经过一小时的醒酒之后 这个苦味就变淡了 而且喝起来非常的芬芳甘甜 Chateau La Grande Moulin喝起来非常顺口 不需要醒酒 反而放久了喝起来变比较没有味道 相反的Evanta放了一天以后 它的香味却保留的比Gran Moulin还多 这两支酒的尾韵都还不错 还蛮悠长的 木桶的香味也很迷人 Gran Moulin的木桶香味比较重 因为它可能放了比较多年 2016年的 从价格而言 Gran Moulin是大概13美元一瓶 Evanta大概是4美元一瓶 所以两瓶价格差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Evanta是一款 非常值得推荐的红酒 便宜又好喝 你不妨试看看 记得要醒酒一小时 这个酒会变得非常好喝 好 以上就是我为各位 所录制的两瓶红酒的比较 希望大家会喜欢 并给我鼓励 给我订阅和按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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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